大家好 拍拍我又来安利好电影啦 520那天我在电影院哭完了一包纸巾 绝对不是因为周围的情侣太多了 而是因为情书太好看了 情书有什么魔力 1995年3月25日情书上映 从此取景帝小尊成为达卡圣帝 上映20年后 李光珠还在致敬他 虽然有点力不从心 直到今天依然有为数人愿意为情书鼓一张电影票 但也有不少人说长大后越来越不敢看情书 男主太渣对未婚妻不公平 今天票就来跟大家聊聊情书的真正含义 路边脖子靠在雪地 浑身沾满雪花 他突然用力的呼吸 像是窒息了很久 他想抓住什么又松开手 像是想放下什么却放不下 三年前脖子和藤井树刚决定订婚 藤井树就因为一场登山事故意外去世 脖子一直沉浸在悲伤中不愿出来 他翻看藤井树的高中毕业纪念册 看到一个名为藤井树的住址 一开始想写在手心 后来想想换成了手臂 他寄取一封信 没想到意外收到了回复 朋友秋叶说藤井已经不在了 脖子却打心底相信 这是藤井树从天国寄来的 那是他写的 给脖子回信的藤井树 其实是个女孩子 他和脖子长得一模一样 和男藤井树是高中同学 藤井树 是 是 怎么说同名 因为同名同姓试卷发错 老师认错 藤井 你为什么这里面的 蛤 班里的同学免不了要开玩笑 所以两个藤井树一开始 就互相看不顺眼 女树和男树 就算隔着半个教室 也不会针对着他说话 而是下意识一开视线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 还敢毫无顾忌地偷去目光 校民会上 女树的相机镜头 一路追随男树的身影 等回过神 手指已经按下无数次快门 朋友问他在拍什么 他却假装找不到案件 在女树的回忆里 男树生过两次起 一次是同学开玩笑 把他弄哭了 另一次是女树给他介绍 其他人当女友 气得男树在回家路上 送了他一套盲盒 单车棚是情侣的约会圣地 在这里 女树等着男树 向他要回拿错的英语试卷 男树上课时 毫不用心地在试卷上涂鸦 这时却认真起来 在淡淡的灯光下 对起了答案 尽力拉长 只属于两人此刻的夜色 女树以为男树在借书卡上写的 是自己的名字 其实他写的是女树的名字 男树转校前 把夹着借书卡 追忆似水年华 交到他的手上 却一眼看到 女树家门口 还贴着为父亲扶桑的标志 男树没有开口告诉他 记得看一看借书卡的背面 于是离开的这一眼 就成了最后一眼 有人说情书的暗恋是最美的境界 据说还修将名为名 也有人说 这不是治愈戏 这是治愈戏 如果我是博子 发现自己和未婚夫的初恋长得一样 我还会觉得这爱情很美吗 如果只有爱情 那情书充其量 是不二流青春天 无法成为经典 电影在爱情线以外探讨的 其实是生死与和解 吕克贝松说 电影不是济世良药 它只是一片阿斯匹林 而严谨君二不求要到病除 也不求快速止痛 他要做的是一次心理疏导 博子没有勇气去见 和自己长得一样的女术 秋叶却坚持带他去南树遇难的地方 南树的登山队友告诉他们 树去世前唱的最后一首歌 是松田圣子的青色珊瑚礁 秋叶和博子都很惊讶 他们从来都不知道 南树原来喜欢这首歌 博子终于醒悟 原来每个人所知道的藤井树 都只不过是他的一小部分而已 自己执着地想知道他所有的过往 但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 秋叶把博子叫出来 指着远处的山告诉他 冯景就在那里 博子一遍又一遍问 你好吗 死去的人再也不会发出回音 而活下来的人 终于能够坦然地回答 我很好 capc Lipue 哎呦吗 我 pragmatic 果子终于和未婚夫的死亡 和解其实女术 也一直对父亲的去世难以释怀 10年前的冬天 他父亲因为感冒引发肺炎 医院建议他留在家里等救护车 爷爷觉得救护车太慢 执意被他去医院 最后还是没来得及救火他 女树和母亲都觉得是爷爷害死了父亲 父亲在医院里死去 女树就对医院产生了抗拒 感冒拖了很久也不愿意去医院 结果拖到高烧41度崩倒了 爷爷从二楼冲下来打急救电话 因为血太大 救护车要一个小时才能到 面对跟当年一模一样的情形 爷爷第一反应还是抱着喊出去 母亲终于忍不住喊出多年来心底的埋怨 爷爷冷静地反问 上次去医院花了多长时间 母亲说一个小时 爷爷说不是 他一遍又一遍肯定地说 在儿子去世后十年里 从家门口到医院的路 爷爷究竟用脚上量了多少遍 才敢这么肯定地说出那个数字 这一次76岁的爷爷 背着孙女在雪地奔跑 不小心一头栽进雪里 又爬起来往前冲 爷爷累倒了 但这次女树及时被救治 一家人终于解开十年的心结 也放下了对父亲死亡的执念 以前女树对爷爷总是爱理不理 母女俩说话 爷爷像空气一样 现在女树终于愿意主动跟爷爷聊天 母亲原本坚持从老房子搬出去 现在她决定尊重爷爷的想法 在这个充满诡异的家里一直住下去 女树出生那年 爷爷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 也取名叫树 希望孙女可以跟这棵树一样成长 但她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 只是默默地守护着树 她很清楚儿子的死不是自己的责任 但是面对母女俩多年来的误会和埋怨 她一次也没有为自己开脱 直到解开心结 爷爷才告诉孙女树的存在 情书的情 从来都不只是青春期蒙蒙的爱恋 也有爷爷对孙女静默而深沉的爱 这一点从情书的小说就能看出 后面是一只冻死在雪中的蜻蜓 就像死去的南童井树和女树的父亲 他们并没有消亡 而是在生者的回忆里有存 导演严谨俊二的偶像 老牌导演施川坤曾经对她说 你的电影用的几乎都是逆光 那些美好的回忆逆光 南竖的忌日也是逆光 脖子翻看南竖的遗物还是逆光 严谨俊二把残酷营造出唯美的幻觉 她说青春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子 换种说法 青春是不分好坏 不分快乐与痛苦的日子 严谨俊二的治愈更多是自愈 她做的只是引导 引导我们面对伤痕 接受残酷 也终于获得生的勇气 看见残酷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